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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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和它的地球太陽給它那個慢有引力的潮池力 而牽引到它的地殼運動 移出來的地震 似乎這次就由印度去量度出來 所以我也覺得這個就是印度給出來一個挺獨特的貢獻 但是月球不像地球那樣 地球有一個板塊的移動之間 月球應該沒有這個東西 我都會說 其實你可以理解它是有板塊 不過它的板塊是厚一些 大舊一些 它們已經摩擦到 不是很摩擦的了 如果地球來講 那些地殼外面的板塊 就是在一個足球上面 油票那麼薄的板塊 所以還是有游離性很優勢的 游離度很高的 但是月亮 水星這些似乎是冷卻得很重要的東西來的了 似乎裡面還有流體成份的可能性就不高的了 那更加可能就是它們自己幾塊已經結到很硬的東西之間 都還會在這裡 大家可以壓來壓去 來給它一個震動的信號出來 我們可以量度 所以 由那個月球的受潮籍牽引出來的板塊運動 給出來的月震 現在就由印度那裡去量度出來 除了印度之外 日本也都有探月計劃 是不是? 是的 但是我再補充印度一個探月計劃的資料 剛才不是說到它那個登月車進入了月球的陰影 按照你來算 在兩個星期後左右 它就會離開月亮的陰影 就被太陽曬到 按照我原定計劃 就希望由太陽光去解凍的 因為你一不讓太陽曬到 那個溫度就會突然間由這個百多二百度 跌到到零下二百多度 那究竟這個印度這個月球車能不能夠捱到這個溫差呢? 在過往其它的國家 即是你說中國好 美國好 它都有一個 尤其是美國那些登月的裝置 它們很強調一個恆溫的裝置 它們就會帶一個小小的核電的儀器 然後開著一個恆溫的暖管 當一進入了這個陰影的時候 這個暖管就會開著 令到上面的電子儀器繼續保持一個比較溫暖的狀態 就算它不能夠再直接面對到的地球 射不到信號來地球 都可以等到它可以保暖過冬 就令到它在真真正正的見到地球的時候 可以繼續發送信號 但是印度這個登月裝置就沒有這個東西的 所以現在大家擔心它能不能夠重新開動 它可能凍壞了 以後開動不回 也不奇怪 在天文探索裡面 這些事情是發生的 就算說中國的登陸火星的火星車 很不容易地真的成功登陸在上面做一些探索 它也不是沒有這個恆溫裝置 但是就是因為沙塵滾滾 令到它遮住了那些太陽能收集板 令到它的充電效能越來越低 於是就是沒有足夠的電力醒不回 現在還在掙扎著 會不會有奇蹟出現 突然之間上面發生一些事 吹乾淨了這個中國的火星車 那個太陽能收集板 令它開得開著呢 這裏就要聽天由命了 我那個車我記得的名字叫竹蓉 是的 現在就師兄匿跡了 就沒有了 我們跟著講講日本的登月計劃 是的 這裡要講回了 那純粹一個資料而已 日本也是在剛剛這個星期 就將它最新一個登月的車發射 發射是成功的 發射成功 那現在這一刻為止 就還沒有飛到進入月球軌道那裡 那當然了 也都是一如以往的 日本在今年的3、4月 曾經兩次嘗試去放這輛車上去登月的 第一次發射那裡都爆了 那於是乎就拿了後備那個出來 就再發射一次上去 但是結果呢 就是跟剛剛俄羅斯那次差不多的問題就是 在上市降落那一刻那裡就墜毀了 那俄羅斯當然了 上次上個星期講到那個錯誤更加大 是未進入月亮軌道已經直接墜毀了 那日本就是呢 都是進入到那個準備降落的軌道 但是在下那一刻的時候 認錯了地面在那裡 於是乎就早了去放手 就掉了下去 掉爛了 那現在日本是剛剛又再嘗試 那所以我想呢 在再等多 就是以禮拜計的時間 我們就會追蹤到 接下來日本那個探月的計劃會否成功了 那我們到時都會再跟大家去報道 那除了月球之外呢 那現在這個火星的探索計劃呢 也都是非常的積極了 那就是說呢 其實火星上面我們想不到有氧氣的 火星上面是有少少氧氣 但是氧氣你不要想像地球那樣有21%那麼多 是很少的而已 說的是零點幾% 那首先火星上面的大氣已經比較稀薄的了 那它稀薄得來呢 就變了令到你在上面想整一架飛行器呢 那個馬力都要強很多 才能夠令到飛得起 因為你說如果那個空氣不夠厚的話呢 你能夠轉一下線以撥倒下來 將那些空氣向下壓的那個能力也都會低一些的 那所以呢在火星上面弄一個無人機呢 是難過在地球上面很多的 但是美國基本上現在試過很多次的了 已經飛過很多次了 那上面氧氣少 主要的成份是二氧化碳 還有可能有一些沼氣的樣子 也都有一點點淡氣的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在火星上面提煉到多些氧氣呢 那這樣東西呢 其實無論就算是月亮計劃我們都會想的 但是火星那裡似乎更加容易些想的原因呢 就是火星 首先台長你也知道了 火星上面的顏色是紅色 但是你知不知道它那個紅色是來自什麼的 鐵嘛 是的 鐵秀來的 鐵秀就是氧化鐵 就是說有很多氧是以氧化鐵的形式化合了在火星的表面那裡 只要我們能夠做一個很簡單的溶解和電解的步驟呢 我們照計是有能力在火星的表面那些鐵礦那裡 拿了很多氧氣出來 拿到氧氣不但還可以還原一些金屬鐵出來 所以有人說如果你說在火星建立基地 鐵我們不缺的 只要你有足夠的能源 我們要多少鐵有多少鐵 要多少氧有多少氧 而原來呢 它剛剛在美國這個毅力號這樣的探火星車上面呢 它原來攜帶了一個制氧的裝置 它這個制氧的裝置就需要 應該就是要提煉那個土壤裏面的鐵礦裏面的氧出來 原來經歷過這麼長時間的累積之後呢 那個長時間其實都講的是以月計的時間去累積的了 就可以儲到大約一百七十幾gram的氧氣 而這個氧氣的份量呢 就足夠一隻狗仔去呼吸 就去吸十個小時 那所以呢 這個新聞的標題呢 由這個美國的Fox News 他們都用了一個很入屋的標題來去形容 它就說呢 這個美國大空總署的儀器呢 就可以在火星上面 產生到足夠一隻小狗呼吸十個小時的氧氣 那當然你這裡就看不到 就是說它這十個小時的氧氣要存多久呢 但是一個值得令人鼓舞的消息就是什麼呢 就是原來那個氧氣的效能呢 比預期超出了100% 就是說呢 那塊很有趣的 有40磅這麼重的 一個是需要用微波的一個 好像一個微波爐這麼大小的一個裝置 就幫我們去比想像中有效地產生到更加多的氧氣 那好了 你說月亮會不會有相應的裝置呢 但是月亮你就知道了 我要提煉的東西 就不是由鐵礦提煉出來 月亮表面更多的就是二氧化值 就好像我們海灘上面的泥沙那樣 你怎樣在二氧化值裡提煉的氧氣出來 和怎樣在那些氧化鐵裡提煉的氧氣出來 是完全不同的化學步驟來的 需要的電機也都不同的 所以呢 所以你又需要量度新訂造 為了在月球計劃裡面 設計一個很輕便的提煉養的裝置呢 又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他們現在都好像不惜公本去做這件事了 但是這個做到這件事跟我們距離 我們就算是殖民火星有多久的時間呢? 我自己很看重的一件事的 就是那個核電裝置究竟什麼時候放上去 你靠收集太陽能在地球上 你收集到足夠我們工業產能的太陽能 都是非常之困難的 因為太陽能的分佈的範圍太闊了 而在月亮裡面呢 也都是 但是月亮好在就是它那個 跟地球距離太陽的距離基本上差不多 而且沒有大氣的干擾 所以我會說在月亮上面 建立太陽能收集站 去收集能源提煉其他東西呢 是容易一些的 火星麻煩了 它大氣薄 但是它距離地球 它比起地球距離太陽的距離 又遠很多 所以那個太陽能呢 又是更不集中 所以我都會很指望 未來的核能科技會有提升 而其實剛剛這個星期呢 我們都收到消息就是說 在英國勞斯萊斯也都有新的突破 不過我們今天沒有時間去講了 那我們就可能留下 比如下次才去講這個題目 就是說那個 未來太空用的核能裝置 我們應該在今年也看一個突破性的進展 嗯 那我們這一節就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嗯 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